王八蛋 你竟然还敢来这儿 来人 把这个狂妄的家伙给我拿下 长风 不得无礼 叶先生是我请来给盈盈治病的 年轻人不要这么暴躁嘛 小心跟你妹妹一样 得了躁愈症 你耗子为之啊 你刚刚的意思是 手术疗法的后遗症很严重呢 还是让这位老先生来解答吧 办法是他提出来的 他比较有发言权 后遗症也就是情感淡漠 对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不影响以后的正常生活 怎么不影响正常生活了 如果人变得没有任何情感波动 没有伤心难过 没有开心快乐 跟个活死人一样 你觉得这还是个正常人吗 那只是情绪上的问题 患者身体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啊 哼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做了这个手术 盈盈会变得没有任何感情 的确是这样 魂 马上给我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些废物 任先生 假如你不想看到小姐 继续承受现在的痛苦 手术治疗是目前唯一 可以立竿见影的办法 哼 话不要说的那么慢 你凭什么代表所有人 你没办法 难道就能代表所有人 都没办法吗 咱妈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有办法就执任小姐吗 那是当然 不然我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简直是大言不惭 年轻人吹牛 也不看本场合 作为和谐医院的精神科主任 我敢说 我绝对是华国在精神卫生方面 最权威的人之一 我了解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精神治疗办法 你缓口小儿一个 又读过几本精神卫生方面的 权威著作 发表过几篇相关的文章 我就不信 你在精神卫生方面的造诣 能胜得过我 呦哼 你那么有能耐 怎么治不好任小姐啊 哼 你 那你有什么办法 能立竿见影地 治好任小姐的造语症 当然是我们的国粹 针灸了 这么严重的造语症 你竟然敢说 用针灸就能治得好 恐怕就是针毛黄斧端 都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吧 黄斧端不行 不代表我也不行 任先生 这小子明显就是个 哗中蛆虫的混子 这种人就应该立刻赶出去 哼 你的意思是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带着个混子来这里吗 嗯 你又是哪位 西山总督 宋世瑶 宋总督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 这小子明显就不靠谱 竟然说他的针灸技术 比北都针王黄斧端还厉害 这不是搞笑吗 我的针灸技术 确实比他厉害 不信你去针王阁看看 他比试针法不如我 连针王阁都输给我了 这他倒是没有胡说 我可以作证 任先生 小姐的造语症 真的不是中医可以解决的 哼 我一直相信你说的西医为本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 你让我看到一点希望了吗 或许我确实应该让盈盈试试中医 任先生 中医真的不行啊 滚出去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让你滚就赶紧滚 击击歪歪的哪那么多废话 看在你是石窑带来的 我也不为难你 哪来的回哪去吧 盈盈的病我也不用你治 就是 之前盈盈找了你多少回 你一直在摆架子 你要是之前就被他治了 他会到如今的程度吗 而且 假如不是你几次三三的刺激盈盈 他的病情怎么可能恶化的这么快 以前的事情就别提了 现在还是先给盈盈治疗要紧 我不至于那点度量都没有 我是纠结他之前不给盈盈治疗的事情 他刺激盈盈 我也可以看待他治好了眼儿的份上 不予追究 哼 再先不提你 重伤了我儿子任长风和柳家的柳延宗 你还涉嫌谋杀林子雄 叶盛天和叶少峰父子俩也是死在你手里 北都五大使家 向来同气连之 虽然因为皇府招难强势接管六扇门 你的事情暂时被压下了 但你现在明显是五大使家的公敌 我怎么可能找你给盈盈治疗 大哥 现在最重要的是给盈盈治病 石瑶 我知道你是好心 大哥心灵了 但我不可能让他给盈盈治疗的 我已经联系了不少名医 我就不信 他年纪轻轻的 那些长名已久的名医 就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的 大哥联系的名医医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叶十三的医术我是清楚的 炎儿当时伤得有多重 你们也知道 经过他的治疗 这才多长时间 炎儿已经能下地走路了 不 我不会让他给盈儿治疗的 你不用再劝了 说实话 我对你儿子和女儿 是一丁点的好感都没有 甚至可以说是很厌我 我跟你也没有什么交情 所以来你家 我是一百个不情愿 假如不是看宋总督的面子 我根本不会踏入你们人家大门 宋总督 人家不让我治我也没办法 十三老弟 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在稍等片刻 我再劝劝他 你不用再劝 我还是那句话 习以我领了 但我不可能让他给盈盈治疗 看在宋总督的面子上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整个华国能在无创 并且没有任何后遗症的情况下 治好你女儿的 除了我你找不出第二个人 我最看不上的 就是你这种 有了些许成绩就仰高一顶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自古文武第一武武第二 你凭什么觉得 你的医术就在没有人能比得过 我自问也算是见过些世面的 但我真的没有见过 在医术上比他更强的人 要论中医 北都能比得过真王的人不多吧 可是真王 却连他的真王阁都输给叶十三了 但我请的不是真王皇府端 而是南都要王白云山 恐怕要让任先生失望了 老夫的要王圈也同样输给了他 他已经走了 下次再想把他请过来 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了 我就不信天下监除了他 真的就再也没人能治得了盈盈 要王请 提前声明 老夫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治病哪有打包票的 也就只有那种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年轻 才会信口开合 他可不是信口开合 任先生 你今天赶走了他 希望你不要后悔呀 我做出的决定 从来不会后悔 那我先走了 盈盈有什么情况 咱们及时沟通 姑父 我父亲就是那么的脾气 您千万不要生气 我跟他生哪门子的气 只是有些担心盈盈而已 十三老弟 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 跟总督没关系 您不用自责 走 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 姑父 我来安排吧 人少不会是想设逢门宴吧 叶先生想多了 别说我没那个想法 即便真有那个心思 当着我姑父的面 我也不敢啊 今天就先不喝了 我答应了妻子回去吃饭 改天凑时间 我请总督 那我送你回去 跟王大哥送我吧 总督不用亲自去了 姑父 预言的身体 真的已经好了吗 七七八八吧 那他应该也能治好我的手吧 你这点伤 对他来说应该不算什么 手制不好 一身功夫等于废的一半 你还年轻 千万不要像你父亲那么固执 我明白了 有机会我一定求得他帮我治疗 姑姑 你怎么到这来了 也没跟我说一声 你们先走吧 我跟我姑姑有事要谈 喊什么 喊你接下来准备给你三叔 提供什么样的毒品吗 姑姑解气了吗 哼 你不准备给我一个解释吗 我解释你会听吗 那得看你的解释 有没有舒服力 我只能说 当时是那个混蛋故意激怒我 他就是刻意在挑拨 咱们姑子之间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 毒品也是他塞给你的吗 这个我无法否认 但我还是那句话 我并没有要害三叔的意思 我只是不忍心 看到他那么痛苦 唉 我一直觉得 你会比你父亲 更适合担当储家重任 甚至有早日扶持你上位的想法 但是现在 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我不得不怀疑 之前对你的判断是否正确 姑姑 哼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好自为之吧 夜十三都是你 都是因为你 我一定要将你随时万段 哇 小双好厉害 一下子做出这么多菜 那咱们吃饭吧 等一下 我去叫一下太太 太太 哪个太太 小姐姐的母亲啊 她说让我称呼她太太 真不愧是李月梅那个老帮子 这坡摆的可真够大的 不用叫了 我刚给她发了信息 你快坐下吧 哼 你不在厨房看锅 在这里干什么 难不成你还想跟我们 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不成 保姆就应该有保姆的觉悟 这连眼色都没有 信不信我今天就把你赶走 好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